作词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个明天等再见面 我问一声声无憾 有幸福山西雷 追星的泪一弦一声 问我有何愿 让人笑有恶 动人的爱也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瞧瞧 见了吗 这是什么 这是三百块现大洋 玩家十台夜明珠 我 我不是在做梦吧 二他妈 钱管是是专门为这事来的 如假包换 这么说 二太太的病 二他妈 这个二太太 这没什么大病 吃两副药 散散热 都没事了 那他怎么会找不着大夫呢 这话 你可是问到点子上了 有件事我这心里都一直犯嘀咕 到现在我才敢告诉你 什么事啊 原来这个二太太啊 她得的是麻风病 啊 那 那 那你 二他妈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这事啊 我是到陆家以后才知道的 我本来想打退堂鼓 可是陆老爷 他一直拉着我 不让我走啊 我只有硬着头皮 堵他一堵 哎呀 真没想到啊 我不但治好了二太太的病 我自己也没染上麻风病 哎 你说 哎 这是不是老天爷让我挣这份钱呢 啊 感谢老天爷保佑 哎呦 哎 二他妈 这次 我可是凭我的真本事挣的这笔钱 我可没沾你女儿的光啊 哎 哎 今后 谁还敢再说我是个江湖郎中啊 我这是老虎不发威 还当我是病猫了 哎 哈哈哈 好了好了 别太张扬了 快收起来吧 哈哈哈 老爷 钱管事都去催过了 你有必要跑这趟吗 自打我接管酒庄之后 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短缺个骨骨 我不亲自跑一趟 我放心啊 你这一去 来回也得好几天 那浩中的婚事 如期举行啊 干得急吗 你放心 我会在浩中成亲前一天回来的 嗯 行 拿不出米来 这 这怎么回事啊 我问你 那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 你怎么能说话不算数呢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一句对不起 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张老板 咱们做生意 最重要的就是诚信嘛 你明明知道我们陆家酒庄用米吃紧 你怎么可以临时变卦呢 你这样做 无异于落井下石吗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可是我们也是出于无奈啊 原本要交给陆家酒庄的古迷 全都收好了 可是那天来了一批军队 强行给收走了 你可以不卖啊 我也不想卖啊 这一万多弹米 我少卖了多少钱 可是我也没办法 那天他们一进来 就拿着枪对着我们 我们不堪不卖啊 军阀打仗 百姓遭殃 多万人 将心比心 你就不会怪我们冬家了 江白神 赶快到别的地方去看一看 有没有囤积的顾名 是 怎么会是这样 难不成 是天要把我陆家酒庄的吗 老爷 您也别灰心 刚才万老板不是说 再想想办法 谁知道他是不是夫也在了 哈啥他妈呀 哈啥他妈 哎呀 我看中了一处楼面 今后咱们呢 楼上住人 楼下开店 咱们呢 就不用店里家里两头跑了 看看那封信 是不是俊儿写来的 哎呀 哎呀 谁送了他 那人我不认识 老爷钱管事都不在 有什么事啊跟我说也是一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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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挺麻烦的 把夫人听起来 伤神 马上要结庆家了 程师傅这话太见外了 你快把信拿出来吧 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了 哎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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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您看看 哎 我兄已死 杀人者偿命 要么报官 要么以命抵命 死了 难道是上回找查那些人写的 哎呦 原来陆夫人早知道这些事啊 前管事都告诉我了 只是没想到怎么会死了 哎呀 要是他报官 你可要坐牢的 这 这这这一什么罪名啊 我是杀人 这这 哎呀 他是自己死的呀 这这比较不能算到我头上啊 怎么不算到你头上啊 你要不替他推拿 他就不会贪了 他不贪了 你就不会死了 不是吗 哎呀 陆夫人 我 我发誓 他离开回春肠的时候 那还好好的呀 哎呀 这死不对症嘛 现在你再怎么为自己辩白 也难辞其旧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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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说 这个老师做定了 哎呦 陆夫人啊 能不能去陆老爷帮个忙啊 是啊 人命观天哪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只怕我们家老爷也帮不上这个忙 走 那可怎么办 程师傅 你要不想坐牢办法只有一个 什么办法 哦 夫人 只要不让我坐牢 你让我们干什么 我们就干什么呀 啊 尽快搬离明城 什么 离开明城 那 那云儿怎么办呢 是啊 云儿的婚事照办呢 不就是后天嘛 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这婚事 一定要低调 陆夫人 您的意思是为了掩人耳目 我们家云儿就不用带嫁妆了啊 啊 你还真是提醒我了 我们陆家也不能大张旗鼓的去迎亲 太招摇了 哎呀 不是陆夫人想的周到啊 可是云儿 不是太委屈了吗 呦 这都什么见过眼的 你还想这些个 人家陆夫人是替咱们着想的 陆夫人 云儿 还不太懂事 以后 就请你多多管教她 这还用说吗 只是你们离开明城的时候 千万不能让云儿知道 为什么 哎呦 这你还问为什么 这是为了云儿好 你要想为她好啊 就千万别告诉云儿 我不舍 这是我一点小小心意 你们拿着 就当是盘缠 不 陆夫人 你已经帮我们很多了 这钱我们万万收不得 收下吧 谁没个困难的时候啊 哎呀 哎呀 陆夫人 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以前我对您那么不恭敬 您却还这么处处的为我们着想 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您您可真是个大好人 请收我们夫妻一拜吧 别别别 我可担当不起啊 陆夫人 真是太感谢您了 我们就先告辞了啊 先告辞了 告辞了 哎呦 你哭什么哭啊 你真是 又不是不回来 这附到人家就是附到人家 你看看 人家陆夫人连钱都给了 啊 别哭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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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妈 再好好看看你 我又不是一辈子不回来了 那以后我会常常回来看你 不 你不能回来 为什么 你嫁出去就是人家的媳妇了 没有公公婆婆的允许 你千万不能跑回家来 他们会不高兴的 哪有这种规矩啊 回家又有什么错 陆家 家大业的 自然规矩就多了 别出声了 我出去看看 刚才明明听了个声音的 怎么没人呢 那会不会咱们听错了 站住 站住 你给我站住 你站住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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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走 我就知道是你 你回来干什么 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古镇阳派人到处找你 抓你 你不知道啊你 师父有难 我不能不管 你是怎么知道的 那天我正好回家 就 师父 你帮人明明是在找茬 听师父的遗说 怎么可能 好了好了好了 你师父已经没事了 这些啊都不是你该管的 你现在赶快给我走 师父 我叫你总你听见没有啊 师父 为什么把云儿嫁给陆昊中 云儿为什么不能嫁给陆昊中 再说他们之前已经败过唐城过亲了 那些都是假的 云儿根本不喜欢陆昊中 哎呀你呀你呀 你都自身难保了 你还管这些闲事啊 那不是闲事 是云儿一辈子的事 是他的忠心幸福 你说什么呢你啊 云儿是我的女儿 难道我会害她不成啊 云儿能嫁进陆家 那是打着灯笼眼难找的好事啊 云儿 你就别再添乱了 师父好了好了你不要说 云儿 云儿啊 云儿啊 你心里怎么想的师父心里最清楚 可是云儿明天就要出家了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你要是眼睛里边还有你这个师父 你就听师父的话 赶快给我走 你听见没有啊 师父求求你了 你快走吧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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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你自己躲不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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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妈委屈你 没有风光下北 爹 爹说的没错 我跟浩忠 已经成过亲 败过堂了 何必多此一举呢 没有嫁妆 那是我心甘情愿的 也没有花脚殷居 那也是我心甘情愿的 孩子 妈对不住你 妈 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 不能哭的 高兴才是 你看 脸都枯花了 我的女儿多漂亮 来 笑一个 笑一个 对 这样 我也看了才会高兴 乖 等等 妈一会儿就来 妈 妈 你忙活什么呢 在这儿 终于找到了 这不是云儿过去带的玉佩吗 是啊 十八年了 想不到这玉佩 还是这样晶莹剔头 那 这 这玉佩 跟了你十八年了 带着她能防灾避邪 那 你带着 妈 妈 妈也就安心了 你们娘俩稍微快点 这轿子都在外面等着 千万别误了良辰及时 十八年了 籽 瞒 seva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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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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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学会骂人不带脏字了 我哪敢呢 少爷 我就是想告诉你 少安无躁 你呀 别贫了 赶快去帮我看看他来了没有 快去 跪下 我说一句 你就跟着我说一句 一个字都不能唱 是 我成云儿和成家 从此恩断义绝 妈 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叫你说你就说 可是你总得有个理由吧 你 你嫁进陆家就是陆家的人 必须一心一意做陆家的媳妇 我不希望你人在陆家 心却在娘家 所以 你要跟祖先们发个誓 好让他们安心 说吧 你成云儿和成家 从此恩断义绝 我成云儿和成家 从此恩断义绝 你成云儿和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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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云在天 你成云儿和成家 大席 你成云儿和成家 阿贵 你跟韩翠没事了 下去吧 月儿 我答应关你 我一定会回来的 为什么你不等我 去嫁给他别人 录仙敬的 初九五十五十多岁 他一张两十五十五十 二十五十五十多岁 快点 喝一瓶酒油 你救出楼上 快走 快 快快 坐死去了 救死 快点 放到没人 人哪 用的可以跑啊 女儿 寂静周折 我们通过了层层难关 终于可以在一起了 保重 我不是在做梦吧 痛 痛就没事 痛就说明不是在做梦 女儿 你开心吗 怎么了 我担心 担心什么 人家说 幸福来得太快 会遭天堵堵 我好怕 怕什么 怕我对你不好 还是怕我负了你 还是怕我是个顽固公子 会有三妻四妻 我只是个江湖郎中的女儿 能够嫁到陆家人来 我何其有幸 我 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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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今世只爱成缘儿一个 天长地久 海枯石烂 永远不离不弃 若有违背誓言 我定遭天大雷拼 别说了 浩忠 我信 我都相信了 我 我不知道你对我这么好 不 你值得 你就是值得 我 会不会 我 也许 没 你 你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 妈 老爷 太太 少奶奶一早就等着敬媳妇茶了 月儿 才下过来第一天 怎么不多睡会儿 不 妈有教过 这是媳妇应该做的 亲家母果然有教养 能够交出这么好的媳妇 好 爹 请喝茶 好 爹 对不起 对不起 爹 没事 没事 一点小事不要挂在心上 妈 对不起 我再给您气一杯 不必了 不就是一杯媳妇茶吗 你都进门了 以后有的是机会 月儿知错了 以后会小心做事了 好 等了二十多年 终于等到这杯媳妇茶了 好 好茶 老爷 老爷 梁波请您去趟作坊 有事上的 夫人 这云儿刚过门 趁这个机会 你们婆媳好好聊聊 熟悉熟悉 我知道 您忙您的去吧 好 人长得美 这命都不一样 谁晓得山洞那晚 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我跟昊仲 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 妈 终于说实话了 我就知道 你什么事都没有了 你不过是贾西珍做 进我们陆家大门吧 妈 月儿从来都没有这个意思的 你想推到昊仲身上 反正 你都如愿以偿了 我这个做婆婆的 都做到这份上了 往后 就看你怎么做了 雲儿愿听娘教会 刚才的事 以后不许再犯 否则 绝不宽数 雲儿知道 想端好陆家少奶奶这碗饭 不是那么容易的 雲儿 会尽心尽力 做好陆家的媳妇 很好 下去吧 雲儿告退 等一下 刚才的话 不准让昊仲知道 否则 对你没好处 好 奇怪 这凤茶凤了这么久 怎么还没有回来啊 我妈没拿为你吧 没有啊 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啊 可能 是因为我太紧张了 你呀 紧张什么呀 来 知道吗 我爹啊 从来不管家里的琐事 我妈这个人呢 又是面恶心善 再说了 你也是得到她的允许 才进这个家门的 所以啊 她不会为难你的 你放心啦 我没事的 不用为我担心 知道吧 有时候 我真害怕这是一场梦 真怕一架醒来 你就消失了 可能 她就是日有所思 日有所忘了吧 你呀 这叫胡思乱想 胡言乱语 昊仲 你知道吗 只怕我的噩梦 就要开始了 马儿快跑 马儿快跑 中心马上就要见到姐姐了 快跑 快跑 小伙伯你慢走啊 好啊 射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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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用 快跑 解想啊 快点吃 吃不下去 你赶紧离开这 这里您成还是不懂 快快 您先喝茶 好 快 哎 哎 你这人怎么回事 走路不大眼啊你 是你走路不大眼睛 你怎么还打人呢你 不是打人 小心 你们店里的后伙计把菜弄了我一身 还不配你道歉 你说他该打不该打 好了好了 今天这桌菜啊 我请您了 滚滚滚 大爷不吃啊 好了好了 你看你老大快收拾去 好了好了都散了吧 没什么事没什么事啊 走 好了好了 我包袱不见了 怎么了 我包袱不见了 我包袱不见了啊老板 你那店里有贼啊 我的包袱不见了 你包袱里有什么东西啊 我包袱里有三百块现大洋 和一张两百块的银票啊 你真的有这样的包袱吗 你什么意思啊你 你看你像有三百块大洋二百块银票的主吗 你这是勾眼看人的 谁看见你的包袱了 谁看见他的包袱了 我老婆和我孩子 是的是的我们真的有这么一个包袱 是啊是啊 你自己家人可以给你做账 我店里的火机都可以给我做账 你那包袱根本就没有 你 如果店里的客员都说钱被偷了叫我赔偿 那我这店还怎么开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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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爹 你 你 你这是黑店 我要去够你 你去够啊 谁怕谁啊 什么坏事啊 你叫警察来啊 警察来我也不怕 你在这跟我哼什么哼啊 您看 干得好 让程勇一文不明 我就不相信那个孝顺徒弟 他就不现身 是 爹 继续盯住他们 记住我的话 下去吧 是 下道高腿 爹 我刚刚听到你提起李俊 你是不是有他消息啊 干什么 不会又去报信吧 回来 找我什么事啊 自从哥哥走了之后 您整天都用酒来麻醉自己 身体大不如从前了 我想去广福寺替您祈福 没想到 你也关心起爹来了 女儿心里一直都有您这个爹 只是您以前感觉不到罢了 好吧 你去吧 小心点就是了 我还要给爹念经 可能要小住上几天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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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俊 我终于要找到你了 大爷 我给您打听个人 他叫李俊 咱们村没这个人 不会吧 我记得他明明就说是在李家村的 咱们李家村一共就几十户人家 哪家生小孩 哪家娶媳妇嫁女儿 全村的人都知道何况来个陌生人呢 小姐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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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不到李大哥 咱们还去广福寺吗 给我来碗面 两个包子 客官 您稍等 你看什么呢 你看这个人像不像李俊 小姐 我看你是太想李大哥了 才会觉得每个人都像他 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吧 李俊 当夜又在变得沉默 我们之间留下了什么 你慢慢的对我说 什么是你追求的自由 再也找不到借口 能够留住你不再远走 你留给我的疑惑 你留给我的疑惑 直到现在我还不懂 原谅你犯下的错 就等你回到我怀中 我没有太多要求 等你回头 不管时间还要多久 原谅你犯下的错 忘掉你给我的伤口 请摸双手 不让你再离开我 等你又再变得沉默 我们之间留下了什么 你慢慢的对我说 你慢慢的对我说 什么是你追求的自由 再也找不到借口 能够留住你不再远走 你留给我的疑惑 直到现在我还不懂 原谅你犯下的错 就等你回到我怀中 我没有太多要求 等你回头 不管时间还要多久 原谅你犯下的错 忘掉你给我的伤口 请摸双手 请摸双手 不让你再离开我 原谅你犯下的错 就等你回到我怀中 我没有太多要求 等你回头 不管时间还要多久 原谅你犯下的错 忘掉你给我的伤口 请摸双手 不让你再离开我 回报 box 等你回报 再回报